金谷奇观 戒眼前文 站在河边一瞧 哎呀 太惨了 这船啊 说散就散 船上这些人命悬一线 怎么办呢 一瞧啊 有男的有女的 有老有少 哭的也喊嘛 哎呦 那个你们各位别害怕 我们就想办法救你们 怎么救 河又宽 浪又大 下不去人哪 有人下水 当时就能冲走了 这怎么办呢 大伙想了半天 这得用勾杆子 一丈来长的腊杆 前面有铁钩 拿它勾住船帮 先让这船别走 先固定住了 咱们再想办法 这一说准备 胡拉超 一下子就跑了 一会儿工夫大伙回来拿着东西 拿着杆子 够不着啊 有的人胆大就得下水 站在水里边拿着杆子去勾去 勾住船帮 根本哪 使不上劲儿 多大的力气 好几十人跟这一块儿较劲 猛然间一个大浪过来 就啪 船哪 实在坚持不住了 胡了屋一下哪 全都满了 水面上热闹了 怎么哪 船板乱飞 人们冲的哪都是 还有人带着行李啊 乱七八糟的 哎呦 有本上游的 有本下游的 哭爹喊骂 惨不堪言 救人吧 勾肝子递过去 有的人一把抓住了 这能往上逼着他 就有这手慢着 也就没有办法 只能是被浪手冲走了 刘德带着自己的儿子刘芳 他跟着忙活 勾肝子伸出去 怎么这么巧 有一个小孩一伸手 砰 抓住了 救命 别弄孩子 走来 嗨 挖回使劲了 拿我一块往上拽 把这孩子拽上来了 到了岸边咕咚一下子 瘫在这儿 啊 两师为人哪 这孩子手里还拉着一小竹箱子 啊 这箱子 不发手 那我跟着救人吧 我救上仨的 我救上俩的 反正得有一半的人 没救上来 说这怎么办呢 啊 救上来这孩子坐在这儿 只掉眼泪 这哭 刘德说 孩子别哭不着呢 啊 来来来 我弄着你 看起来了 走不动 腿都软了 这个 我背着你 刘德都六十多了 但这会儿过不过来了 强咬着牙 那孩子 杀我这好背 嗯 这儿抽起来 孩子指着那竹箱子 那个 刘方过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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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 勾着肩膀上 回家吧 拐弯抹角 就来得溜进 啊 来到这儿 老太太说 怎么样啊 啊 行 挺惨的 穿走伞了 唉 有死就有活的吧 这个 这孩子是我舅子 啊 呼呼呼 搭点水 搭点水 洗不洗不擦不擦不 弄点热水 把毛巾来 孩子擦他脸 啊 归着归着 孩子也不易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 刘七 瞧了 咱们是 当家子 我们家也姓刘 哈哈哈哈 哎呦 这孩子不大 我这小箱子 装的什么宝贝啊 舍不着撒手啊 钱哪 不是 我没有钱 哈哈哈哈 箱子里是什么呀 箱子 我在这儿哭了 怎么了 孩子 箱子里 是我爹娘的骨灰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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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他哪儿来啊 干嘛去啊 嗯 我是煽动 张秋贤的人 唉 跟我爹妈一块出去逃难去 爹妈得了病 手自外头 死尸运不回原籍 有没有钱买地 他买了 只能在画人厂 把人烧了 骨灰 死身被 原来想 出去偷勤放友 但是 都找不着了 所以说没办法 我原来想 我到这个 青城来 看看能不能许一条活路 谁想到冲突路上 雨河涨水 今天要不是您救了我 我估计我就活不了了 然后哭 哎呦 不哭不哭孩子 不哭 哎呦 哎 孩子也不易 我姓刘 我叫刘德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儿子 哈哈哈哈 刘方 你们俩这 点上点下啊 你叫刘什么 刘琪啊 刘琪 刘琪 刘方 孩子你这个 下一步有什么大餐 这么说着呢 老太太过来了 想吃饭 想吃饭 回来说 哎 吃饭来吧 桌子上摆好了 家常煎饭呗 米饭啊 菜啊 烫 这都有 来孩子 吃吧 一会你看 瓶水相逢 怎么好打扰您 孩子 快吃吧 啊 就 你跟他似的 他是我儿子 他当初也跟你差不多 也是跟他爸爸 进京 出点事 他父亲死在这儿了 啊 那不是活呀孩子 啊 吃饭吃饭去 说给家菜 啊 孩子非常的感激 吃饱了 喝足了 沏上水 坐着一聊天 说下一步 你有什么打算 你有什么打算呢 哎 我没有什么打算 我是举目无倾 上天路 入地无门 没有办法 嗯 我也没地去 哎呀 可怜的孩子 你说这招谁惹谁的 啊 嗯 你要说实在没地去的话 我有个主意 你愿意不愿意 你说 嗯 你就留在这儿吧 好不好 你也没有家 也没有地 也没有买卖 父母都没了 你老背着他们 也不是事儿 就在这儿 找一块地 把他们埋了 死人嘛 入土为岸 这是正道 啊 然后你要愿意的话 就跟这儿干这儿什么 或者怎么着的 实在不行 我们老两口子养活你 怎么不是吃饭 小孩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一聊一声 咕咚跪下 那要这样的话 我也想跟这哥哥似的 啊 我任您二老 老为我的一父一母 哎呦 还在这儿使得吗 哎呦 那我什么使不得 您转上 手儿大脸 参拜 匡匡匡 磕了几个头 老两口子高兴坏了 一把搂在怀里边 孩子孩子 以后有我们呢 啊 我们管着你 没问题 就住下来了 转过天来 说看看埋哪儿吧 转来转去 刘芳说别费那劲了 啊 我爹娘的坟也跟这儿了 就把他那也放这儿 一块埋了 上坟的时候还方便 啊 那可以 来在这儿 找着人 啊 挖开了 把骨灰埋好了 弄了这么一个坟头 也立上了杯 烧纸磕头 这都完事儿 回家来 老头很痛啊 哈哈 你瞧瞧我 就是奔七十的人了 我有俩儿子 看巧了 啊 这都姓刘 啊 当家子 行嘞 我这算是成了 街坊邻居也都知道这个事情 都过来道喜吧 因为这老两口的人缘实在是太好了 挑不出毛病来 竟干好事 转眼间 留得老两口子七十岁了 在过去那个年间来说 人活七十古来兮呀 不像现在似的 八十九十都很正常 想当初活七十岁 那可了不起了 啊 老两口子也高兴 这辈子能活这么大岁数 这可是超着了 老头过生日 请了很多的朋友 一起来 吃碗寿面 喝一杯酒 都挺高兴 吃饱了 喝足了 俩儿子跪着寿堂这儿 给摆寿 好几年过去了 也长成大孩子了 哎哟 老爷子大 心里这么痛快的 吃完饭睡个觉吧 睡午觉 老两口子都躺去了 敢等天擦黑了 流芳流起说 好这下睡的可是真词实 啊 往常躺一会就能进来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进去喊吧 进来一喊 才知道 老两口子睡着觉 已经去世了 哎呦 后两孩子哭啊 你去哪儿说理去啊 这还没来机 等我们孝顺呢 这怎么就离开我们了 一哭 街坊邻居也都出来了 怎么了 真不知道 我爹我娘去世 哎呦 瞧 整七十大寿 不过孩子你别难过 睡着觉去世了 这是修来的福气啊 挺好挺好 咱们就是按着洗丧来办吧 街坊里面都进来 你瞧啊 老两口子很安详 大部分都说 看见了吗 这是做好事 啊 一辈子没亏过心 最后有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咱们大伙帮着吧 帮着料理 把死尸 入了脸 装棺子里 停了这么几天 抬出去 下丧 刘芳 刘琪父母的坟 都挨着 把这老两口子坟 挨着埋 这仨坟头 是什么挨着的 三星拱地 两孩子跟这儿一烧纸一哭 大伙都说 拔掉 亲儿又当如何 你别看说义子干儿 这俩 好人行 这俩儿子真不赖 大伙都夸 等办完了白事 哥俩一琢磨 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咱们是没手头本 老头儿没有了呢 咱们还是哥们儿 还跟着好好的过日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之前咱们一直做的是 小客店 也卖酒 这个也辛苦 再一个呢 咱们也没这手艺 老太太活着 来个客人吃个东西 给人炒个菜 挺好 现如今老娘没有了 咱们俩人接着干这个 要是再顾一厨子 这不知道 再干点别的吧 商量来商量去 说咱们哪 开个布店吧 啊 那苏黄二周 尽点什么丝绸啊 绣片哪 咱们跟着 这不挺好吗 行嘞 哥俩说弄就弄 这连规制得安排 又买了点布匹 开了张了 生意开张啊 可就是真火 怎么呢 都知道这哥俩人性好 老百姓也说 人一别过这俩人 那是错不了的 开买们也是这样 啊 俩人厚道 咱们上那买去吧 你也来 我也来 嘴是肉 告诉 生意可就火了 眨眼之间 又是两三年过去 您琢磨呀 俩小伙子挺精神 买卖干的非常好 而且也二十出头了 好多人就说 这俩孩子可不来 要人才有人才 啊 日子也不穷 有买呢 要是把闺女许配这俩人 那可太好了 说没的人就踢破了门槛子 找这俩人来 啊 说跟俩人说说 男大当婚女 女大当嫁 啊 该娶房媳妇 这说吧 刘芳不同意 谁跟她说她都乐 哎 忙着呢 买了挺忙 顾不过来啊 跟刘琪说去吧 找刘琪吧 那会儿跟刘琪说 要不然你先娶一个 刘琪说 娶是得娶一个 是吧 不过实话实说 进这个门我才后边 那刘芳是哥哥呀 哪有哥哥不娶 弟弟先娶的道理 说你们俩不一边的 那也不行了 尽老留着 有前有后 怎么着也得人家 他先娶的媳妇 我再娶 要不说不过去 啊 没人回来又劝说这个 兄弟可说了 得你先娶媳妇 你不娶 你把人家给担忽了 啊 我琢磨了 我下来这事 一来二去 好多人都纳闷 说这怎么成啊 嗯 你要说有要求 有条件 这也成 啊我们这也说 谁这谁这姑娘 您看行不行 你包便包便 这也不好 啊 个儿太高了 这也不行 这也家里不行 啊这个 嘴场 这也不会过日子 你得有一原因呢 为什么不行 你没有原因呢 你挑不出毛病来 我怎么回事呢 嗯 刘琦呢也不好意思 他不说我就 说什么也不能应 俩人把这茬啊 就给撂下了 啊 这天晚上 收得比较早 弄了几个菜 烫了两壶酒 俩人跟这儿喝酒聊天 说着说着呢 要说到这个事儿上 刘琦就乐了 哈 来 喝一杯 啊喝喝 哎呀这些这个 咱们这买卖挺好 是啊 那生意不错 哈 真快啊 一晃好几年了 可不是嘛 哈哈哈哈 刚见面那会儿 咱们还小孩儿呢 是啊 你看现在咱俩 都是大老爷们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这些日子没博儿 可来了不少 哈 给咱俩保明 哎 其实要说也对 是吧哥啊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你别想着咱俩人啊 咱俩人的身上 担负着三尖的血脉啊 你家我家 还有老刘家 是不是 所以说咱们还真必是 好好想想这个事儿啊 不过我是做弟弟的 嗯 我得听你的啊 你什么时候要是 娶了嫂子 我得考虑我 我现在是 绝不着急 我话说到这儿啊 你先结婚 你结了婚 我再结婚 刘芳乐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些日子是 是来了不少 媒婆儿 我也没往心里去 哈哈哈哈 你看女弟说 我确实有点害臊 嗨 那有什么害臊子呀 天下人不都得这样吗 都得娶媳妇生孩子过日子呀 是不是 整个的 你有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没想过这个 你瞧 你看 呵呵 你怎么 你怎么就没想过这个事儿 哈哈 唉 一个是 留下这恩太众 咱们还没到 所以说 不合适 再一个嘛 唉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有机会咱们再聊吗? 不知道,有没外人,就咱哥俩,这有什么机会没有机会的。 您说,您掏心窝的说,如果是请媳妇,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我没想过这个,娶媳妇什么样的,我没想好。 但要说,谁要是嫁人的话,我倒想好了。 什么意思? 你看,您不问我娶媳妇什么样的吗? 我说我没想好,但是比如说女孩子要嫁人,应该嫁你这样的。 是,嫁我这样的,您这样的就不能嫁了吗? 你比我长得还精神呢? 其实您比我优点多得多。 您还心细致,做饭,疼人。 所以说,这位好姑娘先嫁你,那之后才能嫁我。 吃饭吃饭喝酒,来来来来。 咱俩人喝酒,聊聊聊天。 我说,哥哥,没外人哪,咱俩聊天。 你说,您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呢? 哎哟,您老问这呗。 哎哟,不是,人家见天的,人家老问咱们来,没外人老来。 人家都说说,你哥哥是怎么着,你怎么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是不是? 不是,现在爹娘都没了,你是咱们家最大的了,我得听你的。 你说吧。 人家再问,我怎么说呀? 哎哟,喂,怎么说呢? 哼,我也没想好。 你让我琢磨琢磨。 这有什么可琢磨,这事儿一到你这儿就麻烦。 从古到今,我就没见过你,谁娶媳妇像你这么为难,真是。 别人一说娶媳妇,一说就成嘎碰碎,马上迎娶过日子。 你说不还有像咱们这样是吗? 啊? 咱没有,咱没有。 想当初有一梁山伯驻英台,他们俩那成亲是嘎碰碎吗? 咱,你这不抬杠了吗? 梁山伯是男的,驻英台是你的。 两人同窗十二年,他没看出来呀。 对不对? 到最后两人化蝶,变成蝴蝶了。 我眼成了两口子。 那是故事,世上是不可能有的。 干嘛叫不可能有? 当年还有一花木兰呢? 对不对? 花木兰? 对不对? 女扮男装,不演那么些年吗? 也没人看出来。 好,你这哥,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看花木兰,女扮男装打仗是吧? 是,是有什么一茬。 其实我估计那个,也未必是看不出来。 你琢磨,军营里面那谁看出来谁折得说去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故事这都假的。 世上就没有女扮男装。 话说至此,刘芳端起酒杯来,寄饮而尽,把杯放去。 。 兄弟,你说错了。 世上有这样的。 啊? 那你告诉我哪有? 嗯,你忘语碗瞧。 没有啊,你在进取。 啊! 啊! 刘芹傻了。 哥,你喝多了吧? 啊? 咱,咱,咱,咱别逗啊。 进了这个门这么多年了,都知道咱们是哥儿俩怎么突然间, 你又改了女伴男装,你,你喝酒了。 你要说不愿意结婚,你明说。 兄弟,我陪着你。 咱们一块,这都没事。 好,你,你,你怎么回事? 哎呀,我这脑子都,都乱了。 怎么回事啊? 唉, 刘芳, 看了口气。 唉,兄弟,说来话长,我不骗你。 想当初随着我的生身之父,方勇, 牛打家中出来,赶奔京城,领取军装盘缠。 当时我母去世,女孩儿家随父千里之遥,怕不方便, 故此改办成男儿模样,不料起杨国父死在此处。 是我,拜了咱们这个爹,当自己的义父。 这么多年来,我也是自个儿一人在一屋睡觉。 而且来说,人们都习惯了,觉得我是个小小子。 我呢,也不便再提。 所以一瞒,就瞒了这么多年。 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再瞒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今天晚上,趁着这点酒性,我跟你说实话了。 我不是你哥哥,我是你姐姐。 哎呀,我是不是喝多了? 啊? 尤其半天没拿过门,这是真的,是真的。 哎呦! 我说这个,跟你说结婚这事,你不乐意。 哎呀,要亲命,这不乱套了吗? 我说,但以后没朋友再问我,我跟人怎么说? 好说呀。 没朋友要问你,你就告诉他,不用他们分心了。 那什么意思? 你糊出我。 咱们在一个屋待了这么些年了,我也不能再嫁人了。 而且我跟人说,我这前十年我是个小子,我也没法再嫁人。 你要不嫌弃的话,干脆我嫁给你就得了。 你看怎么样。 哎,这到什么事儿。 这玩意不错,是真,你别骗我。 你等我一会儿。 牛芳转身出去,回自己的房间。 准备着有女孩的衣服,把头重新盘了盘,戴上首饰,这都穿好了。 有大屋带出来,环佩叮当。 兄弟,大哥,哎不是。 哎呀,姐姐,姐夫,哎呀。 去呀! 怎么呢?真漂亮。 恢复了女装之后啊,太可爱了。 你这事儿闹得,咱们跟姐夫得说一声吧。 跟大伙儿重新引起来吧。 转过天来,俩儿出来,挨家挨户的。 叔叔大行起来啊,说点事儿啊,这是我媳妇儿。 原来是我哥哥。 谁听着谁纳闷,咱后来一解释,大伙儿都乐了。 说这可是好事儿。 啊,俩人就结了婚了。 一起生了三男的俩女孩儿,日子是越过越好。 不过在当地有一话伴儿。 啊,当地人只要是一介绍对象,在那儿头绪画准事。 您是男的女的呀。 更贵。 再见。 感谢观看